媒体试读能力从小开始培养 网络时代来临 大量的真假讯息快速传播 桃园市政府暑假将举办有线电视媒体营 暖身活动前进平正区南市国小 教导学生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南市国小的小朋友们认真地听着媒体试读的课程 踊跃地举手回答问题 这是桃园市有线电视媒体营 前进南市国小举办的宣传活动 教导学生媒体试读的观念和重要性 让学生们学习在接受到任何资讯时 保持警惕小心求证 什么是媒体试读 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 可以让你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可以知道哪些网站可以看一些影片或是讯息 那如果遇到假讯息要怎么办 可以去有些网站查询 比如说像Lite的查证曲 人手一击的网络时代 资讯传播非常快速 南市国小校长许志豪表示 媒体试读的能力应该从小培养 让学生们都具备判别挣扎讯息的能力 其实在现在自媒体的一个很发达的时代 我们也很期待我们孩子们有机会 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从小就养成一种能够辨识的一个能力 那未来呢他还能够有自制媒体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电视台这边也有设计了很多的类似 有点像媒体的拍摄的课程 小主播的课程 那我们也很希望孩子们未来有机会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 训练他们对于这种自媒体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桃圆市政府在暑假期间举办有限电视媒体活动 即将在6月17号开放报名 欢迎对媒体试读有限电视产业和新闻工作 有兴趣的国小及高中学生报名参加 进一步认识有限电视产业的现况和媒体试读的观念